茂密的植被下,隐藏着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藏 只要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财富就永远不会终结 这种东西有着超强的智影像 一旦沾染上,一生都无法摆脱 它会侵蚀你的肉体,你的精神 直至将人变成行事走肉 乔治就是靠这样的生意发家致富的人 他要掌握着整个利益链条 他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要成为一个智慧剂大佬的 这一切要源于他那捉襟见者的童年 他的父亲是一个蓝领工人 靠着自己的施工团队争取微薄的收入 而这点钱只够维持家里的基本开支 任何奢侈的想法都不能够悠悠 母亲因此经常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 虽然每次都会因为二而回来 但这对小乔治造成巨大的影响 让他对金钱十分的渴望 仿佛只要有了钱,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968年长大后的乔治终于逃离了一个贫困的家庭 和朋友唐娜一起来到加利福尼亚 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沙滩,阳光,还有美女们 让他们体验一次又一次的艳遇 他们可不是来这里享受的 毕竟300美元可不够他们挥霍多久的 为了能够发家致富,他们没少想办法 凡是能够赚钱的买卖,他们都会干 这个世界上除了小银行,什么来钱是最快的 当然是贩卖让人上瘾的烟草 乔治在女朋友巴巴拉的紧接下 认识一个精英女性沙龙的人,德里克 他们从这里得到第一包草 这也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原始资金 沙滩上,几道上男男女女都无法抵御草的诱惑 只需要吸上一口,便能欲仙欲死 快乐死神仙 在乔治鬼财般的营销下 他们的生意十分火爆,赚得大量钞票 可就算卖得再好,也只是小贩们经营 离赚大钱还远得很 好友肚理的到访,打开他们商业上的局限 草是一个好东西,很多人都想拥有 而年轻人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很容易被人忽悠 也喜欢新鲜食物,很难抵御草带给他们的诱惑 乔治找到他立刻商量 希望能够成为他的合伙人,而不是一个初级贩卖员 如果他们能够将草卖到美国东部沿海地区 每个月就能赚到3万美金 面对巨大的利益,没有人不会心动 两个人一排即可,很快当成交易 然而像将草运过去是十分困难的 搭乘飞机会面临很多的检查 这点乔治早就料到 巴巴拉是一个女乘务员 没有人会检查同行的包裹 巴巴拉的加入让他们十分容易躲避了检查 即便开拓了沿海市场 但乔治依旧不满足现状 他们再努力也只不过小买卖 如果想要真的赚大钱 就必须找到更多供应资源 乔治一生人来到西班牙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更多的草 皇帝不负有心人,乔治找到一个农场 那里堆放着鸡麻袋的草 而乔治以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想要带走这么多草 光靠空姐运输可弯不成 为此乔治和兄弟们偷离一辆无人认联的飞机 虽然飞机不太灵敏 但至少还能飞 他们驾驶这架飞机将草运回来 创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们住上带游泳池的房子 享受着金钱带来的快乐 然而好景并不长 由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风头过甚 被当地的警方给盯上 让警方抓了个现行 乔治的存货全部被没收 尽管他的法庭上辩护自己并没有罪 但他还是被办了两年的骑行 只要他表现好 很快就能出来 可这两年的时间 对于女友巴巴拉来说太漫长了 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 他和乔治有美好的未来 他得了绝症 等不到乔治出狱 为了照顾他 乔治气宝逃到了芝加哥 希望他在最后的日子里 能够一直陪伴着女友 不久之后 巴巴拉就离开了人世 他死后 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乔治身边的朋友 先后离开各谋出路 慢慢的断绝了联系 乔治也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 他十分想见家人 悄悄地前回到家中 看到潜逃回来的儿子 父母的感情十分复杂 他们希望乔治永远待在自己身边 又不愿意看到他在错的路上 继续下去 妈妈选择了报警 希望他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 重新做人 乔治不肯相信 妈妈会举报自己 在他的印象里 妈妈是最爱自己的人 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但他还是不能够原谅妈妈的背叛 入狱后的乔治 十分的失落和消沉 胡言和这里的人说话 因为他始终觉得 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 在这里他截止改变自己医生的命运 室友迪亚哥 他看上去十分的不起眼 表面上只是一个偷汽车的贼 实际上非常的有头脑 他熟知监狱里的法规和条文 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快速出狱 他甚至对知患药也了如指掌 在乔治进监狱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一个可诉之财 得知乔治是因为贩卖草而入狱的 就下定决心要拉他入伙 这所监狱不是改造犯罪分子的地方 而是培养他们获得一记之上的学校 是贩卖置换药的人拉帮结活 发展下线的绝佳场所 进去吃是坟盲 出来的时候个个就是人才 乔治他也不例外 在迪亚哥的帮助下 背叛26个月的乔治 在监狱待了16个月便获得了自由 出狱后的乔治很快便和迪亚哥联系上了 他引荐乔治 认识哥伦比亚当地著名的置换药大老板 第一单生意就是15公斤 发货后就能得到10万美元 15公斤置换药是乔治出狱后的第一单 也是大老板对他的一次严格考验 15公斤不是一个小数目 想要穿过机场的案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乔治必须保持冷静 他要把这当成一次愉快的旅行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表情 都是在躲避机场检查的关键 那个年代案件还是扣神功 所以乔治的演技就显得至关重要 他扮演的花花公子 成功骗过案件人员 第一批货物顺利交接 尽管他能力出众 但依旧得不到老板的重用 只想让他当一个中间人 付给他应有的报酬 大老板不相信任何人 为他办事的人 必须有弱点握在他手中 可疑是那个人的孩子 妻子以及一切重要的人 乔治负责从美国提货 再由自己分销出去 可在这个捷舞眼上 迪亚哥再次被捕 无奈他找来曾经的合伙人德里克 无视公斤的货想要卖完 怎么着也要花上一点时间 智患药的纯度非常高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他们只花36个小时 就将全部的货物卖掉 赚得135万美元 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很快他的能力 收到大佬伯金的注意 命人带他来到自己的基地 他十分的厉害 控制着整个地区的生产和制作 拥有着自己的置换系帝国 同时他也心狠手辣 对背叛自己的人毫不愁软 第一次见面 就看到他枪杀一个背叛自己的人 这样的举动吓坏了乔治 赚哥不能小看眼前这个人 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必须再三思量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丢掉小命 伯金想要找到一个 值得信任又能力出众的美国人 而乔治刚好符合这个条件 他们想要乔治帮助自己开辟美国市场 将置换系卖往全国各地 货物卖的越多 乔治就赚的越多 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抵如此巨大的利益 他们答应了伯金的提议 开展双边贸易 有了源源不断的货物 在乔治他们的运作下 他们很快将置换系卖了出去 赚到的钱 整座房子都放不下 他们只好将钱存进了银行 但钱存进美国银行肯定会被调查 只有存进巴拿马的银行最保险 还能帮忙洗黑钱 金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 乔治和迪亚哥都享受在其中 事业上顺风顺水的乔治 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 夜深人静之时 难免有些落寞 女友死后 他很长时间再没谈过恋爱 看着朋友结婚时送上真诚祝福的同时 自己的内心还是会有些伤感 上天是劝顾他的 让他再一次邂逅了爱情 在迪亚哥的婚礼上 他遇到因自己心动的女生蒙杀 上帝又似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美丽而冷清的女子已经有了未婚夫 难道自己注定和爱情无缘吗 但他从来不惜命运 他从一开始就逆天改命 如果不是如此 他也不可能成为有钱人 他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蒙杀和他的想法一样 一眼就爱上了乔治 他们崛起世俗的眼光 勇敢地在一起 可多么美好的爱情 都会被生活的琐碎消耗殆尽 蒙杀远没有他看上去那么美好 怀孕时还在西式置换剂 乔治能够做的只有不言其凡的劝说 这似乎是对他的报应 从他接触的一天开始 就注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婚姻不顺利 事业也遭受打击 好兄弟迪亚哥背叛了自己 抢走自己在加利福利亚的航线 乔治千辛万苦打造的帝国 即将崩塌 他找到好友理论 询问他为什么背叛自己 好友却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乔治的成功都归功于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带他入行 咱们会有今天的他 现在他选择从乔治的手里 夺回处于自己的一切 乔治弄不可切 男人枪指着他的脑袋 他咱们也不敢相信 曾经的好兄弟会背叛自己 他扣动了扳机 但迪亚哥并没有死 他又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枪里没有子弹 两个人都没有受伤 乔治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两个人的兄弟情 于是跟过去的自己做告别 乔治被迪亚哥揍了一顿之后 回到了家里 这一路上他想了很多 只换技让他拥有数不尽的金钱 也让他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兄弟 但也因为他遭遇到兄弟的违盘 差点因此送命 他是时候退出了 原来在这肮脏的教育中挣扎 六千万足够他安稳地过上一生 不久之后 他和蒙莎的女儿便出生了 乔治从一个置观期大佬 变成一个奶爸 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五年之后的生日派对上 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面固 38岁的生日派对上 来了很多昔日的朋友 他们都曾经在一起交易过 也包括多年未见的则理扣 他和乔治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 当年迪亚哥的背叛他也知道 在迪亚哥利益的蛊惑下 他没有告诉乔治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丑 被迪亚哥利用完之后抛在一边 这么多年 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乔治 希望能够得到乔治的原谅 乔治很大度 过去的就让他随风而去 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他原谅了德里克 心结也终于解开 这时警察突然闯入 将五死里人全部抓了起来 哥伦比亚那边提供出贩卖的人员名单 乔治的女儿看到他被抓的全过程 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 他没有办法向女儿解释 自己为什么是个混蛋 如果他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就绝对不会赚取这不义制裁 他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平凡的过一辈子 他被送进了监狱 被迫签下一份秘密协议 他担下所有的罪名 声明细时置换剂 只是自己的行为 其他的客人不知道他的存在 这份声明换来妻子和女儿的自由 他得到了保释 他不准备再回到监狱去 他打算跑路 在此之间去见了父母 因为犯罪 母亲不愿见他 更不愿和他多说一句话 只有父亲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安慰了他 这或许是父子之间最后一次对话 无论他做了什么 爸爸会永远尊重他的选择 只希望他永远不要后悔 他准备拿上自己存在巴拿马银行的钱跑路 可万万没有想到账户遭到了冻结 他再也不会取出他的钱 没有钱的他们生活十分艰难 他和蒙莎免日争吵 像极了父母年轻时的样子 女儿变成自己小时候一样 忍受着一切 就像一个循环一样永远逃不开 很快他被再次送进了监狱 三年后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星期 蒙莎到监狱看了他提出了离婚 他们的婚姻最终走向尽头 那天女儿也来到监狱 只跟他说了一句话 告诉乔治 不能没有勇气而活着 经过痛苦的一周后 乔治终于出狱了 他第一件事就是来看女儿 可女儿并不想跟他说话 也不愿叫他爸爸 这三年让女儿和他之间变得很陌生 他们很爱彼此 只是已经忘了怎么表达 不管女儿怎么对他 他都会陪在他的身边 默默地守护女儿 女儿最大的愿望 就是一句加利福尼亚 不管多么艰难 他一定会满足女儿的愿望 出狱后乔治为了生计 投靠自己的好友肚里 他还是从事 这世界上来钱最快的生意 乔治马上就能翻身 他打算带着女儿去加利福尼亚 约定在星期三 三点中去接他 然而乔治那天并没有出现 再次让女儿失望 他太容易相信别人 被朋友出卖 警察将他抓捕 人赃并获 这一次他要面临 至少60年的监情 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 也没有人愿意救他 只有他的父亲 一直挂牵着他 在律师的帮助下 乔治陆下想跟父亲说的话 都是他和父亲在一起的 美好回忆 从小到大 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 他都记得 有美好幸福的日子 也有不堪回首的过往 在这个世界上 父亲总是站在身后 为自己遮风挡雨 随后他说出了 爱父亲的话 未来的日子里 只有这段录音 陪伴那个白发苍苍老人 很多年后 在监狱劳改的乔治 看到长大好女儿来看自己 虽然他们多年没见 但还是彼此相爱 他依旧是那个 在父亲怀里撒架的小女孩 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 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或许许那样 静静地看着他 也是一种幸福 而这种幸福 转眼即视 那一切不过是他的幻想 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以真人事件 改编的电影大毒枭 剧中的人物 都曾经真实的存在过 有过辉煌 更多的时候是落寞 他们最终被自己的野心所吞噬 从他们踏上这条路开始 就已经注定这样的结局 一旦萧雄终会落下帷幕 一个时代也终将过去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电影关注 神学更新 不见不散